今天我们继续讲解一下 我们的风险偏好中的偏差 这里面偏差我继续打上引号 今天讲的是薪资账户 自从这个Dictator 在17年拿到经济学洛账之后 薪资账户这个概念 在网上微信上都变得很火 所以你估计对薪资账户有一个了解 薪资账户是Dictator 在80年代初引进的一个概念 这是他的拿洛账的 一个主要贡献之一 薪资账户本身可能确实 比较难用在金融交易 怎么去影响股票市场的波动 但是把薪资账户和一些其他的偏差 结合起来 比如说损失厌务 它可以导致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尤其是在股票市场中 所以这节课我们就讲一些 在我们教科书上 或者是在网上你看不到的 关于薪资账户的一些知识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什么是薪资账户 其实在传统的理性的经济学里面 钱就是钱都在同一个账户里面 不管你这一万块钱 是努力工作赠来的 还是在路上捡来的 你将来花它都应该是一样花的方式 但在现实生活中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们人经常在我们脑子里面 会把钱分成不同的账户 你可能会说 哇这个一千块钱是用来交通的 这个两千块钱是用来吃饭的 这个三千块钱是用来干什么别的事情的 所以说它是不同的 如果你这个月用来吃饭的钱超过了 你下个月可能吃饭就会小心一点了 就会吃便宜一点了 比如有研究发现在08年金融危机来的时候 油价大跌 跌了大概50% 这其实相当于很多家庭的收入 涨了好几百块钱 比如说每个家庭涨了300块钱 正常来讲 如果你多了300块钱 你可能会提高一下你的消费 可能是加更好的油 或者是买有机蔬菜 或者是吃顿大餐 什么的这些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是由油价下跌 导致你实际收入上涨了300 你会有更大的可能去加更好的油 如果你只是由于工作的原因 收入增加300 你只有一个很小的概率 去升级成更好的油 但是如果由油价下跌 你这个升级的概率会高14倍 是14倍非常大的一个提高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在很多人的大脑里面 他是把这个钱分账号处理的 比如说很多人觉得我每个月 应该花600块钱的加油 现在由油价下跌只花到300 所以他很自然就觉得 他多出这么多 我一个多花 所以说会升级成更好的油 很多人做投资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你投资买不同的股票 不同地方投资 那其实按道理来讲 你的投资其实是分散了风险 但是在你脑子里面 可能并没有分散 因为你觉得如果有个股票 亏了 有个股票赚了 那个亏的股票 你还是想等它回本 很多时候有这种行为 其实你放在一起是赚了 但是你的脑子里面 很可能会把它给分开处理 没有达到分散风险的一个目的 所以实际中他是分散了 刚刚前面的例子 你应该看到 人是有薪资账户的 他会在脑子里面分不同的账户 但薪资账户其实呢 它比较难应用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不同的人 他有不同的薪资账户 不像这个损失厌恶 大多数人都有损失厌恶 连猴子都有损失厌恶 但薪资账户是非常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算法 在大脑里面是不一样的 给大家记一下 下面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其实是根据早期Dictator 一个例子的一个改进 假设15天前 你花了1000块钱 买了一瓶茅台 现在呢 这瓶茅台 假设是一万块钱 如果你现在把这瓶茅台喝了 你觉得对你来讲成本是多少 下面我给五个选项 A 一分钱不花 0 B 一千块钱 就是以前的成本 C 一千块钱 加上密洗 因为一千块钱是15年前的 B 是一万块钱 因为现在它是一万块钱 E呢 是负九千 赚了九千 你觉得你会选哪个 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就像我刚刚说的 不同的人给的答案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个问题调查的结果 基本上是下面的 30%的人 最多的人群认为一分钱都不花 18%的人认为 其实就是15年前的成本价一千块钱 还有7%的人认为是一千块钱加上利息 这7%的人就是经济学学了一点 但是没学好 然后20%的人认为 大概成本就是机会成本 就是现在的一万块钱 这是经济学的标准答案 但是如果你学经济学学得很好 知道这个标准答案是一万 其实你喝这个酒会非常的不爽 因为太贵了 E呢 是负九千 就是说你喝这个酒赚了九千 这里面也有25%的人认为赚了九千 这20%的人喝这个酒可能就感觉更爽 因为你每喝一杯酒觉得赚了五百块钱 所以你也看见了不同的人 他真的是有不同的薪资账户 对很多人来讲 他会觉得最初的投资都是以前的成本 现在你消费就是不算钱了 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这样当然会导致大家过度消费了 因为你买东西的时候 你觉得在投资 等你消费的时候 你还觉得没花钱 但是我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你现在摔了这批茅台 你觉得对你来讲 你损失了多少钱 这个时候就非常奇怪 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特别痛苦 自己损失了一万块钱 虽然你喝它 你觉得一分钱不花 或者是说成本只是一千 但是你摔掉它 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损失是一万 现实生活中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一瓶高价很贵的酒 如果它是在很多年前低价买来的 他很容易把它喝掉 但是很多人又不愿意花一个高价 现在去买这瓶酒来喝 虽然在传统的经济学里面 你喝这瓶酒的成本 就是它机会成本 就是一万块钱 但是这一万块钱 机会成本是很抽象的 跟自己从口袋里面 现在掏出一万块钱 去买这瓶酒 是感觉是不要的 好 刚刚那个薪资账户这个概念讲完了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光知道薪资账户 你是比较难把它应用到各种场景下 一般来讲 我们也把薪资账户和其他一些偏差结合起来 下面我们就讲一个 把薪资账和损失厌恶结合起来 会导出一些其他有意思的偏差出来 比如说 你现在在一个单位里面 你想换一个工作 换一个工作 一般来讲 你很难全面都变得更好 可能你换一个工作 工资涨了20万一年 但是你假期可能少了10天 这个时候你会想 哇 涨了20万是你的收益 让你很爽 但是少了10天的假期 这是你损失 由于损失厌恶 导致你不愿意换工作 这就导致我们会有状态意大偏差 就是说 我们会比较愿意保持在以前的那个状态下 这个损失厌恶和薪资账户结合起来 导致的状态意大偏差 还可以解释 为什么社会变革比较慢 你想如果要改革 它总是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 然后让一些大部分人收益可能是这样 但收益的人 这些利益是他的收益 收益的话当然是好的 但是他并没有感觉那么大 但是那些受损失的人 他会非常的不爽 而且更加重要的一点 可能是受损失的人 可能是一些集中的人 受这个收益的人可能比较分散 那些受损害的人呢 本来就特别不爽 加上他比较集中 他们可能会组织在一起 去阻碍这个改革 这导致社会变革会比较难 刚刚讲的谈判啊 这个社会变革啊 可能你觉得离你生活太远了 那下面我讲个这个 比较有意思的生活中的一个应用 这是Dick Taylor 把他的这个 这个Mental Accounting 薪资账户用在现实生活中 在美国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呢 就是大家存钱太少了 我们中国现在年轻人存钱也太少了 那怎么才能提高 他们的养老金的存款 当时这个Dick Taylor 和他的一些合作人设计的就是 当你刚刚有工作的时候 这个单位直接把你工资的一部分 比如说5%、10% 直接存起来 存到你的养老账户里面去 然后是默认的就是5%或者10% 而不是说你自己主动要去选5%、10% 只要默认是这样 很多人就不会去改 他一直好多年都是5%、10%去存 这个是Dick Taylor设计的这个 提高大家储蓄率的一个方法 是真的是大大的提高了美国人的储蓄率 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 那由于薪资账户和这个损失厌务 引起的状态偏差 除了在刚刚生活中的应用 还能不能导出一些有意思的投资策略 其实是有的 但是特别难想到 给大家看一个图 这个图你可以想象一下 是格林斯潘 面带笑容 戴着领带 穿着西服 红色领带 左手跨着个皮包 小跨包 皮包里面装的一些文件 然后这边还有个镜头对着它 这是一张格林斯潘 去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 一个会议的照片 那你从这张照片中 怎么去找一个投资策略 想过没有 回头告诉你 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投资策略 首先你觉得你要看哪 是看他红色领带 看他面带微笑 还是看他的包 是黑色的包 还是什么其他的地方 其实你要看的是什么呢 看他的包 为什么要看他的包呢 你想格林斯潘是干嘛的 是前美联储的主席 他去开这个会 主要决定是什么呢 决定美联储的 决定的利息 如果你知道美国的利息会怎么变 那你可以挣无穷多的钱 你可以在这个国债期货上 加很大的杠杆挣很多的钱 如果你能从这种照片中 去大概预测出 将来利息是怎么变 那就是极其有用的信息 其实一般来讲呢 他去开这个会 就是决定一个事情 决定美联储这个利息 变还是不变 只要变的话 基本上你都知道变的方向 如果经济形势好 你觉得他可能会加息 经济形势不好 你可能觉得他会减息 所以变的方向 基本上是没有悬念的 有悬念的是什么呢 有悬念的是它变还不变 这是一个悬念 那从这张图你怎么能看出 它变还不变 还记得刚刚讲过 状态一代偏差 就是不变 所以说如果你要变的话 基本上来讲 你要准备很多文件 说哇 这个失业率又怎么样啊 这个通胀又怎么样啊 经济很好或者很坏啊 你要给出各种理由 如果你不变 就很容易放几张纸 就说哇 经济形势也差不多 我们东西太动了 然后大家都默认就通过了 当然这个东西后面呢 变得比较公开化了 后面每次格林斯坡去开会 都会有个摄像头 一直对着他啊 然后他每次都扛着个大的包来 很累啊 但是至少刚开始最早 大家想到的这个投资策略 是极其聪明的 其实在我们国内 现在也有些投资人 想类似的策略 他们可以在我们的央行 这个对面去看 因为我们央行 是不是最近 有没有在加班呢 如果大家都在加班 说明在这个准备各种文件 可能要调一下政策 如果大家都很早的回去休息了 估计是没有调整政策 可以看我们央行的这个灯 这个开的数量是多少 开多久 前面讲的那些例子呢 都是薪资账户 在这种一次性的这种投资 一次性的选择中 引起的偏差 下面我会讲一些 其实在多次选择中薪资账户 可能是更容易引起偏差 下面先讲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赌钱的一个例子 Samson你肯定听说过了 这是这个美国 记录上历史上最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当时在麻山理工学院 做经济学教授 这哥们呢 经常去系绒他的这个同事 他有个同事叫做Kelly Brown 他说Kelly同学 我这个今天早上看一张报纸 报纸上有对胆小鬼有个定义 怎么定义的呢 就是说赌钱扔硬币 正面赢是赢200 反面输是输100 如果这种你都不敢赌的话 那就是胆小鬼 那说Kelly同学 为了证明你是胆小鬼 我绝对给你赌一把 正面你赢200 反面你输100 你赌不赌 Kelly同学说 我不赌 这个时候Samuel生很开心 就说你看 我说你是胆小鬼吧 那时Kelly同学反击了一句 说我不给你赌一次 我给你赌100次 这个时候Samuel生一下就懵了 这么聪明的人 当然知道赌100次 Samuel生输了 概率是99.96% 这个基本上肯定是输钱的 那Samuel生非常不爽 他本来是想系绒一下Kelly同学 没想到被他的同事Kelly反系绒了 所以Samuel生决定反击他 说Kelly 我觉得你可能不是胆小鬼 但是你是非理性的 而且最后Samuel生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出来的 证明了他的同事是非理性的 Samuel生证明非常严格 没有问题 我给你讲一下他是怎么证明的 其实就是反推法 假设现在你接受100次赌博 你要扔硬币 扔了99次的时候只剩下一次 只剩下一次你应该拒绝这个赌博 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会拒绝 那现在给你这个选择你就拒绝了 所以说第99次就是最后一次赌博了 那你扔9090硬币 扔了第98次的时候 你也知道99次就是最后一次 99次你也不应该赌 那98次就是最后一次 一直反推过来 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你要拒绝一次赌博 你就应该拒绝100次赌博 所以说从学术上证明了 他的同事Kerry是一个非理性的人 这里面这个Samuel生当然有偷换概念的嫌疑了 因为你想前面这个Kerry说的那100次赌博 他可能是把这100次赌博综合在一起考虑的 综合在一起 但Samuel生把它分成一次一次考虑 就是说看你的mental content 你的薪赌账户是怎么对待这100次赌博的 你是把他这100次赌博放在一块综合起来考虑 还是把它分开考虑 这每个人的薪资账户是不一样的 Samuel生这种赌博的不光是一个好玩的例子 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面对的 下面讲另外一个例子你就能体会到了 这是Dick Taylor 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时候 给高管做培训 一个公司来做培训 来了23个部门经理 还来了一个CEO 当时他就出一道题 问这23个部门经理和CEO 就说假设现在你们这23个部门经理 每个人都有下面一个投资机会 50%的概率成功了 你会赠200万美金 50%概率你会失败 你会输100万美金 这种投资项目 你愿不愿意投 假设这个投资成本现在是零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种投资项目 这个时候呢 23个部门经理之中 只有三个人愿意接受这种投资 这个原因很多了 正常的人我觉得都不应该去接受这种投资 因为你是部门经理 首先你会有损失厌恶 那损失了100万 你损失厌恶 可能就跟200万带来的收益 一样的那种痛苦的程度了 其次呢 你还有动力的问题 因为你50%概率赠了200万 你可能只能分到个20万的这个奖金 但是如果你损失了100万 你可能就被开掉了 所以说对大多数部门经理来讲 他都不会去投资这个项目 但是呢 对CEO来讲 他的回答是 我应该把23个项目全投了 看见没有 CEO的这个 他的薪资账户 跟单个部门经理的薪资账户是不一样的 单个部门经理 他是看这一个投资 但CEO是看总的投资 如果你把23个这种投资机会 全放在一起 他就分散了风险 基本上亏钱的概率是很小的 而且赢钱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都是极其好的投资机会 所以刚刚这个例子就说明了 由于CEO和部门经理 不同的薪资账户 导致他们的投资抉择可能会相反 那怎么才能避免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是非常难避免的 因为这是一个本性的一个东西 我看见这种损失 我就损失钱 我可能 那我的薪资账户就是这样的 这时候如果你真的是CEO 看见这种好的机会 你可以尽量去跟你的部门经理讲 就是我知道 可能有50%的概率会亏 但是对整个公司的战略投资来讲 我们会分散这个风险 其实总的来讲是没有它的关系的 如果真的失败了 你也没有那么大责任 你可能可以跟你的部门经理这么去沟通 但是还是很难 因为万一真的失败了 回头你会想 可能还是这个部门经理的能力不行 然后你还会怪他 但是至少是存在一种可能性 你可以尽量去做这种好的投资 从公司的角度来讲 下面呢 我会把薪资账户和多次这种投资机会结合起来 看看会不会引起一些投资策略 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说 由于大家的薪资账户 导致大家对账面亏损和实际亏损 它会不同的对待 虽然在经济学 在理性经济理性金融里面 账面亏损还是真的实现的亏损 它是一样的东西 研究上基本上大家发现下面的这种结果 就是说 如果前面一个投资 你挣钱了 是账面挣钱了 你现在应该是更加风险厌恶 你想锁定你的盈利 你会更加厌恶风险 如果前面是账面亏损了 就是你没有实现你的亏损 你只是账面亏损了 这个时候呢 你会更加愿意承受风险 尽量去回本 那下面再讲 实现亏损跟实现盈利 同样的 如果你刚刚做了一个投资 你输了很多钱 而且这个投资已经结束了 就是说 你已经实现了损失 这个时候呢 你会更加的风险厌恶 就相当于 你在拉斯维加斯 打普克牌 然后输了几千美金 然后你这个时候出来过街 你可能都会更加小心一点 但是如果你还在桌上的话 你可能更加愿意冒险 看见没有 实现损失跟账面损失 导致你的风险偏好 是非常不一样的 虽然在经济学里面 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那实现盈利 跟账面盈利 也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刚刚讲了 账面盈利 你会想锁定你的盈利 你是风险厌恶的 很多时候 你在这个赌场里面赌钱 你赢了很多钱 比如说玩老虎机 赢了两千美元 你这个时候再去挖二十一点 你会更加的 喜欢风险 更加愿意冒险 因为你觉得 哇 这些钱都是赌场的钱 这个叫做house money effect 叫赌场的钱的效应 所以我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说 账面盈钱 大家一般是风险厌恶 但是实现的盈钱 大家是相对来讲 更加能够承受风险 但是账面损失 大家更愿意去冒险 去回本 但是实现了损失之后 大家更加风险 规避 更加小心 还记得上节课 我们用 能的各种参考点依赖 或者是说 损失厌恶 或者是说 对彩票型的偏好 这种交易行为 导出一些 有意思的投资策略 现在我们是不是 也可以用 大家的风险偏好 这种变动 也导致出一些 有意思的投资策略 我先总结一下 这节课刚刚发现的 一些交易行为 一些特征 首先 大家账面输钱之后 大家不愿意 去买这些股票 所以这些股票 相对来讲 是被高估了 但是这节课讲了 如果实现了损失之后 大家是不愿意 再买这些股票的 而且每只股票 关注到 它的人的个数是有限的 如果那些受损失的人 他不再买这些股票 相对来讲 那些实现损失之后的 那些股票呢 大家就不太愿意买它了 这些股票 相对来讲 它应该是被低估了 因为大家不愿意买它 所以你看见没有 如果一个股票 它有很多账面损失 这只股票 相对来讲 被高估了 但是如果这个同一只股票 它有很多实现的损失 那它又容易被低估了 所以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 所以我们要找信号了 要把一个股票 账面损失和实现损失都找出来 那用这两个指标 放在一起 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投资策略 那这个策略到底怎么做呢 这比较复杂 这跟你的数据有关系 假设现在你有所有的人的交易数据 比如说你从交易所拿来的 所有人的交易数据 每一只股票 你都知道它现在股票持有人 过去花了多少钱买了这只股票 现在股票价格是多少 你就能算出来 这些人现在账面盈利 账面亏损是多少 这是一个信号 同时呢 由于你有所有人的过去的交易记录 每一只股票 你都知道过去一年 过去两年 这些过去的那些交易 产生了实现了多少损失 或者实现了多少盈利 你每一只股票 也可以算出它实现的损失 或者实现的盈利 所以每一只股票 你可以算出它账面盈利或者损失 或者实现的盈利和损失 这两个变量都可以算出来 如果你有我刚刚说的那些数据 当然如果你没有我刚刚说的那些数据 这是很正常的 你也可以算一个近视值 这里面就比较复杂 我就没有时间细讲 但是如果感兴趣 你可以看我的一些学术论文 现在你看 有了这两个变量之后 比如说第一个变量 就是未实现损失 第二个变量是实现损失 然后怎么去做策略的 正常来讲 你是要买哪些股票的 你要买那些未实现损失 特别小 其实就是说 有很多未实现盈利的那些股票 你要买那些股票 同时要卖空 未实现损失很大的股票 这是第一个 这跟前面讲的策略其实类似 但是呢 同时你又要干嘛呢 要买实现损失很大的股票 卖空实现损失很小的股票 我稍微总结一下 基本上你要买哪些股票呢 买那些未实现损失很小 也就是说未实现的盈利比较大的股票 同时呢 最好这只股票 又有很多实现的损失 这两个信号 它当然是正相关的 所以说一旦你找了这种股票 它将来来讲它平均的收率会高很多 如果我们只用一个信号 只用未实现损失或者未实现盈利去做这个投资策略的话 大概每年的平均收率 看你的这个期间了 不同的时间段 它不一样 大概也就每年6%左右 但是如果把我刚刚说那两个信号放在一起 你的收率基本上可以翻倍 好 讲到这里我稍微总结一下 第一 我们介绍了这个薪资账户 其实薪资账户不像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但是你要看它的主要应用 基本上要和其他的心理偏差结合起来 比如说损失厌恶 第二 如果真的和损失厌恶结合起来 它会导致一些其他的偏差 比如我们讲的状态依赖偏差 状态依赖偏差 也可以导出一些投资策略 第三 由于薪资账户的存在 导致我们在多重投资里面 我们对待前面的损失 账面损失和实际损失 会不一样的态度 导致我们之后的风险偏好也会不一样 这些不一样的风险偏好 也会导致出我们的一些投资行为 从而导致出我们一些投资策略 这一讲 相信你对薪资账户有些深刻的理解 那下一讲 我们会讲安全效应 今天我要留给你一个 需要手动的一个作业 请你去查一查 秉赴效应这个概念 看看它有哪些应用 然后看看秉赴效应和我们讲的 薪资账户和损失应用有哪些关系 我是一剑峰 咱们下一个课再见